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志收市跌不够1点 收报4,373点 纳指跌34点 报13,533点 跌幅0.3%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回落0.9% 而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一齐看看焦点美股 Meta Google及今晚收市后即将公布业绩的Tesla 股价昨晚都是向上的 白宫商紧对中国晶片的出口管制 NVIDIA一度要急跌7% 收市跌4% 英特尔亦跌超过1% 银行股陆续公布业绩 美银收入增长理想 股价升2% 高成盈利下跌 股价跌1% 以月拓战券形式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是个别发展的 腾讯和阿里比本港收市略高的 京东和百度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比亚迪发营起的 比本港收市高出3% 折合248.43 汇控亦比本港收市高出1% 折合62.7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向下跌103点 最新是31936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1点 悉龄普通股指数升5点 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跌41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刻期现在微跌20点 恒指在17700点左右的水平 这个水平仍在20天线上 稍后对原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现在谈谈昨晚的零售销售数据 都比市场预期更好 美国公布了9月份零售销售市度次热 最新的数据是上升0.7% 原本预期只是上升0.3% 对上一次的数据是上升0.8% 即今次的数据虽然比上月份有回落 但亦比市场预期好 核心零售销售由0.9% 放缓至0.6% 但同样超出预期 市场原本预期只是上升0.2% 另外9月生产是按月上升0.3% 是2018年12月以来的新高 市场原本预期持平 数据公布了之后 对加息预期又再升温 利率期货市场显示 预计11月份加息的基率 由上日的5.2%升到11.5% 预计12月加息的基率 亦升了5个基点到大约38.5% 不过主流仍然认为未来两次加息的机会 不加息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不过债息再次向上 10年期债息高见4.86厘 好 Steven 其实现在看到有一个耳巴局势 大家都要观望着 还有债息持续向上 你如何预视第四季的美股走势 还有你近日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觉得美股的崩盘是会即将出现 你看完近日的数据之后 你有没有改变你这个看法 简单我们很关注其实就是美国债市 美国债市现在10年期隔夜 我看到都是4.84厘附近的水平 这个是什么水平呢 可能这两天大家关注打仗 少了去看债息究竟是什么 前几天基本上我看报导 每天都说07年后的高位 这个已经是说十几年以来的一个高位 不是差事就不会冲了上去那些位 如果冲得上去那些位 就肯定是差事 那背后是什么的因素呢 我会说比如联储督 联储督现在5.25至5.5厘的时候 是什么高位 亦都是一个海啸时候的高息的状态 上方还可不可以容量有再加息空间 我觉得没有的 亦都觉得没有这样的需要 因为其实现时的息率就远高过下跌当中的通胀 所以说是有real yield的 真是有一个所谓加救的情况 亦都没有再加的空间在那里 但是好了 那我们隔夜又看销售的数据 那联储局官员 今个礼拜其实有21个官员排着队 每晚去跟你讲一下英 讲一下格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如果每一个数据 每一个言论都去反映的时候 说真的 我都不知道反映去格好 反映去英好 这个是noise 我觉得是噪音 最应该听的 点阵图 上次以色声明之后的会议记录 点阵图 鲍威尔说的东西 鲍威尔其实上一次非常硬 他将整个所谓减息的大门关上了 告诉你它会维持在一个高息的水平 一段长时间 那其实才会谷了 美汇指数曾经去到107流上 现在都是1064左右 债息上到4.84 是一个07年后的高位 我想告诉大家 在过去一个月内 现在看到美汇指数冲到很高 美债指数冲到很高 一个月的美债腰已经可以升两成 回到我们去想 美债的价是跌两成 其实如果跌两成的话 即是熊市 技术上面的熊市 其实现在的债市已经是相当灾难 在进行当中 我们可以分析很清楚 美股可能大家未有感觉 但债市很肯定是进行当中有crisis 3月的时候债价下跌 都可以造成很多的银行危机 现在的债息比那时 现在的美金比那时高 其实是否应该是正事 所以我自己会这样看 债市大家少去店 店来店去就是股 鸭子 NVIDIA等等 在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 确实由九月开始 你看三大指数 都有一些明确的转弱 先去确定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升浪 删在到底是横行删住 还是跌浪呢 当然 我们说来说的 纳资七雄 我们每个逐个去数 当然我不是现在和你去数 但情况是在于 昨晚我们有一些信息 NVIDIA曾经跌七 虽然收窄了到四点多 五座 但多一些这些所谓利淡的消息 或者多一些利淡的成分股的时候 指数是否真的会去做差一点呢 那可能所有东西就准备进行当中 所以现在给出一个结果 大家欢迎发问的 我想告诉大家 美债市是灾难当中 美股是灾难前夕 是有这样的转向在那儿 是 那现在就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债息是持续上升 那很多原因的 譬如说 那个发债规模都会影响到要 但是去到现水平 你觉得这个tricker point 会是变的 或者其实你也是 那么确信 未来会有一个崩盘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或者是有什么event 你会觉得触及这个时机的出现 当然了 三月的时候 刚才我们一切 就由债开始做始作俑者 跟着才去想像 如何去演化成为股的 一个所谓大调整 先不要每次都说股灾 因为大家知道我经历这么久的美股牛市 好像说灾 大家总是不相信的 大调整 我想说三月的时候 bank crisis 原因很简单 我再和半分钟和大家重温一次 债息的上升 债价的下跌 等于银行买债坐了艇 和大家买股 跟着价格下跌坐了艇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买债坐了艇 但是他们不会沽 因为hold to maturity 其实他们是没有亏的 他们持有到期 最大的问题是 当人家坐艇的时候 你走去问他们提款 那时候很多存户擠提等等 那银行搞不定 那个liquidity 流动症搞不定 于是乎就爆发 要是就确定扔债 要是去哪里拿钱 去乱储夺 还是去哪里呢 于是乎就有危机 那银行 欧美来说 接盘的接盘倒闭的倒闭 我现在所说的就是说 triggering point triggering event 可能会不会就是 另一间或者多间的银行 又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或者老实说 NVIDIA 当然我仍然要告诉大家 未成熟的 NVIDIA都未跌穿410附近 如果它跌穿410 如果原因是因为拜登 大力地压制他向中国 去输出任何的芯片半导体的时候 最具是这只 大家知道是股王 如果它是头肩顶跌穿颈线的时候 那当然了 基本因素也说得通的 就是一只股王 它的earnings 是受到质疑了 没有了整个sales 那究竟盈利是怎样的呢 那可能就是一个 所谓叫做 从股的 股值从股的一个故事 那可能就 会因而触发到 在纳指那里走 那刚才金融股 会触发到 在道指那里走 那s&p500 就是mix of 两个指数 那就是一起走 那所以我也要强调 譬如现在大家的画面 可以看到是一个很清晰的 两个顶 m字形 中间的扣位叫颈线 其实我们曾经穿了 半个至一个月有多了 那你说 不是啊 现在似乎是不是脱险 老实说 现在弹回颈线 假使没有进一步利好 还要又打仗 又NVIDIA 又什么都好 因何原因再下跌呢 这个叫做 双顶穿颈线 后秋 尝试失败而再下跌呢 更麻烦 所以其实技术图表都 老实说 有一些启示 是 好了 美股的下跌 即Steven也有一个 他背后有一个原因 那后景会导致是说 东升西降 还是说 未来有一个全球的 比较大的股价股市的下跌呢 一会儿他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那现在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那恒生指数 好了 恒生指数连跌两天后有反弹 昨天高开165点之后 下周跟随A股上升 最多升175点 收市升132点 收报17773点 升幅0.7% 国指收报60912点 升42点 科指上升0.6% 收报3836点 北水连续第三天 录德正流入 金额下降到5.3万 美团持续有北水淨流入 金额2亿5千万 安踏和长城汽车 也有2亿2千万架北水淨流入 中芯有9千万 正流出方面 快手有2亿7千万 中海游有2亿3千万 另外药明生物也有8千万架北水淨流出 港股的大市 昨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几间央企都会有回购的行动 带动A股轻微上升 港股连跌两天之后回升 就上回20天线流上 中央持续有政策出台 一会儿看着10点 内地公布的GDP和三头马车数据 昨天内地官媒证券时报说到 有10间上市公司 大部分都是央企 持续回购和增持公司的股份 有助市场传递信心 讲讲个别公司 例如中石化说 为了维护公司的价值 上天就施支了2900万人民币 去回购500万股A股 另外中远海虹也说 8月底至今累计回购 回购超过2100万股A股 另外有中移动、中铁建等等 其实看到 互盘的消息不绝 例如上星期 匯金就宣布 买入内银的A股 和Promise会持续回购 内地股市其实升了一天 之后要下跌 之后就跌回那天宣布增持消息之后的升幅 昨天回购上证 其实上证也升了0.3% 持续的救市消息 你觉得对A股有没有提振作用 从而对港股的后市有什么启示 其实救市或者救经济 有很多的措施 首先 几个月之前到现在为止 有很多救经济的措施 如何放宽内房的融资 令他们不要爆煲 甚至乎加速他们的售楼 或者在经济上如何投放 财赤都不管了 招传发债一万亿来稳定经济 这个是救经济 救市 即是救股市 汇金增持内银 央企自己回购 当然一个指标一个是资本 资本当然搞好经济 盈利前景等等 改善的话人家有信心